今天是1月10日,星期一 市開始步入1月份的中旬 直到現在這分鐘,今個月的市勢暫時都是先高而後低的架高 因為指數由3號高位23,605點 跌至6號低位22,709點 即是整個月的波幅暫時有896點 但上星期四的市是單日轉向 到星期五的市進一步急升 即連升兩天 而且最重要的是 指數在上星期五收於23,493點 升了420點 更重要的是,以收市的客人來說 指數是穩守在10天和20天線上 這點真的很重要 10天市在23,214點 而20天市在23,291點 即是估計今天10天線 有機會輕輕觸及20天線 甚至乎上破20天線 技術上來說 不要說這是黃金交叉 最重要的是,指數只要一路穩守在10、20天市樓上 最低限度 我們不需要擔心市會否再進一步市底 因為底是22,709點 理論上,現在市反而是有機會進一步向上推升 第一個暫時的目標 當然是今個月 3號高位23,605點 覺得到再向上網 一定是50天市 大概是24,122點 好了 講到現在這一分鐘來說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 去年12月20日有個低位 22,665點 之後一個反彈 就去到今個月3號高位23,605點 回頭就跌到 6號的低位22,709點 就是說 22,665點和22,709點 有機會形成一個跨月份的小雙底 現在只是等待中間的高位 我們稱為項線位 一旦突破了 一個雙底確認之後 突破了中間的項線位 所以你便度手指 一度上去 事必一定是50天市 至於成交金額 亦都是配合 因為上個星期 5收市的成交金額 有1472億 其實就不算特別兩例 但我們 看到過去整個11月份 或者12月份的成交金額 大部分時間都是 1100億 1200億 1000億 我們也見過了 所以 去到1400億至1500億 其實市的動力已經改善了 至於股份方面的走勢 指數向上攀升 你不可能不看權重的籃籌 所謂權重籃籌 最終一定要看騰訊 看阿里巴巴和美團 因為接了含指成分 已經加上24% 大部分走勢 暫時來說 咬住咬住 美團亦好似有少許回穩 不過阿里巴巴就比較亮麗 由109元一條氣 抽上去 差不多是129元 單單由低位上來 25%都差不多接近 而且形態仍好似 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行 新經濟股 走完之後 傳統籃籌又如何呢 匯號咬住50元 中央還咬住50元 平保過60元 還有友邦亦回到80元 連帶中行、公行、建行 內銀股 亦由低位開始反彈到現在 已經是超過10% 有理由相信 新經濟股回穩之餘 傳統籃籌亦慢慢慢慢地 帶出一個可能性 以往資金只集中追捧新經濟股 但現在看到 好像傳統籃籌 開始有資金慢慢慢慢流入 情況跟美國一樣 納指是在去年11月22日 看到歷史高位16212點 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處於一個 調整整弧 燒霸之中 唯獨是杜瓊斯市場 最近才看到歷史高位 換句話來說 同樣道理 資金已經開始流入傳統的藍手 不過說真的 美股性量不少了 做高追 真的要慎防 高台的反覆 回頭 好了 早時賓食就談到這裏 啊